好 先來講講我們的收費環節 收費環節 第二節我會繼續講疫情相關的事情 但這次我會講一個主題 首先 現在發覺有很多人打疫苗 申請賠償 這個會講一點 另外我想講一個主題 話說現在有些人說 其實我們現在經常說要抗爭就是一個不合作運動 政府這麼想我們打疫苗 我們就不打疫苗 然後某個很有名的黃標KOL 我會給一個花名叫4X 他就很囂張地說一句 不是很囂張的 有時候有些人不懂得表達一種準確的感情 就會賣弄一些口號式的結語 他說如果不打疫苗就代表抗爭 抗爭就未免太廉價了 我聽到就立即彈起 首先第一件事是什麼呢 就是你講到如果他打疫苗 是一種很廉價的抗爭 我請問你做了什麼抗爭是很昂貴的呢 是不是吃黃店 去黃店打卡 在網台報新聞 連講一下港獨 或者推翻中共的話題都不搞 要咳人才要罵人 這樣叫做很高昂的抗爭呢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是什麼 其實抗爭是沒有什麼廉價的 抗爭是看什麼的 抗爭是看效果的 如果那件事很有效的 那廉價就最好 因為廉價人人都做到很有效 抗爭未免太廉價這句話 我覺得就很值得斟酌 當然了 我也會順帶在第二節討論這個問題 就是他打疫苗 算不算一個抗爭呢 我又不會說他是廉不廉價 我會探討他是不是一個有效的抗爭 就是沒有效的抗爭 他多昂貴都是沒有意思的 其實沒有效的抗爭 昂貴有沒有意思呢 其實都可能有的 但是如果那個抗爭是有效的話 就幾廉價都是無所 越廉價越好 OK 就是呢 我經常都說 香港那些坊間黃絲的評論界 實在是太低質素了 這些這麼簡單的邏輯 你沒理由會搞錯 另外就是近這一兩天 今天好些 前兩天就破紀錄有36度的高溫 那你現在有沒有去行山 會不會中暑 我那兩天高溫就在山上 是嗎 那你等一下可以分享一下 究竟有多熱 還有就是 因為我之前也有去探某些人 那他們其實都會反映 就是現在在收下鎖很熱的 很熱的 那所以現在就有石牆花 就拿了一個聯署的運動 就說十萬人聯署改善監倉環境 我們上個星期有沒有說過這件事情 沒有說過 那麼今個星期就要說一下 就是說一下這件事情 當然最主要就是有沒有用呢 其實呢 就是我在這裡說一點點 我是反對做這件事情的 那麼反對的原因不是因為我妒忌他很多人看 或者很多人支持 也都不是說 因為我覺得這件事情不對 就是應該是讓那些人熱死 而是你是令到這件事情更加難去改善 那麼我怎樣去看呢 就是我不怪那些人會做這件事情 但其實很大機會是好心做壞事 那麼我會在第二節詳細說 那麼第三節呢 我們就會說一下這個甘肅月夜賽 就有些人就叫它衝鋒21 因為有21個就是一個特殊的天災 就是死了 那麼當然可以問一下Winnie 就是做一些類似的事情 那麼他有沒有經歷過那些極端的天氣 是啊 就是很熱和很冷其實都很嚴重的 那麼另外就是在月夜其實有些什麼危險 那麼最後呢 就是一個的電視節目是剛剛結束了 我又不特別提醒他 因為我不想借助他去騙Like 騙View 但是我看了之後我會有一些看法 其實看法不是說這個節目那麼簡單 而是周圍的人對這個節目那種評價 那種態度是令我挺有感觸的 那麼這個就會留在第三節說 嗯 那麼第一節會說什麼呢 第一節呢 你原本呢 我就說一件事呢 就是關於那個移民的問題的 嗯 但是因為呢 有兩宗新聞呢 是爆了出來的 那麼我就會先說了這些新聞 那麼反而呢 就是移民的問題 尤其是那十年的導演歐文傑呢 我明天 星期四我一定會全力招呼你 即是你這些沒有人性的說法 才能說出來 你說什麼 你說坐牢也是一種逃避 你這條粉皮啊 在加拿大就是逃避啦 你說到自己是什麼戰士 你每個月公開給我們看 你究竟做了什麼 搞了什麼抗爭 蛤 你在網上狗吹 你根本就是怕死 因為我也想說啦 你這套垃圾器啊 現在香港都還沒被禁 你怕什麼 根本就是代表那些香港人 怕死 不想付出 走了 然後還要把自己那個 就是因為怕被人批鬥 就要自己先搶了道德高地 然後就說到自己在外國多有用 不過我今天不浪費時間說 我星期四才慢慢招呼人 當然就連同另外一個老千石 即是黃亞石 即是你死定了 我告訴你 你說那些這麼離譜的事情 又說什麼 又說那些人如果沒什麼 懂得做的話 不如可以坐牢也是一種選擇 你是不是瘋了線 現在你其實做過什麼 你都沒什麼選擇 不如你回來香港坐牢吧 不過我想說 你這些垃圾 這個共產黨 會覺得你倒米的效果 一定是多過你可以 搞禍這件事的效果 所以他應該是會留你一命 因為你這個人是分化 即是你真的是分化L 全香港所有民主派 除了張寶華 林暨和劉細良之外 有誰沒有被你罵過 全球部都要被你批評 還有那些傳統泛民 你這些垃圾 夠膽死說什麼 沒什麼懂得做 不如坐牢 即是極度人渣 沒有人性的垃圾 星期四才升土 好 但今天說什麼 先說第一宗新聞 就是這個爆眼少女 其實在21日幾天前 就開始有藍絲的KOL傳出 其實我經常都說 大陸的情報網很厲害 他們很快就可以搜集到一些相關資料 當然可能是有政府部門的幫助 其實也有一些情報網 你想想想 有萬多個中聯辦的情報工作人員 現在在香港工作 他們當然在香港的線眼 是遍布港九新界 任何人離開香港 他們怎麼可能不知道 你知道這宗新聞是說什麼嗎 我有看過 就是他去了台灣 眼睛沒有爆 還在拍照 但是我其實就是這樣說 因為第一 我不知道新聞是真還是假 還是東方的 所以我只看完就算了 很多人都說等快點檢查 因為本身霸玩那個女生 她都沒有出過聲 到底這宗新聞是真還是假的 又戴了口罩 隨便找個差不多的女生 說是她都可以 所以我們就知道有這宗新聞 但是就沒有特別去怎麼說 沒有特別去看 當然我們要回頭 爆眼笑是怎樣的 你記不記得嗎 抗爭的時候 如果我沒有記錯 是採訪 即是屬於新聞採訪 她是1st A來的 總之她是在尖沙咀 尖沙咀的警署打個槍出來 射到她的眼睛 我記得 這個爆眼笑 其實我記得當日 是在811的深水埗示威 其實當時我們經常很流行 遍地開花 所以當時還沒有831 即是811 當時有很多人 會去地鐵站 去不同的位置去抗爭 雖然說在深水埗是有抗爭 但是有很多人就搭到尖沙咀 我記得我剛巧是經過現場 其實就是說 她當時是做一個1st A 其實她也不是在最前線 她算是兩三排 這裡也很正常 因為1st A其實不需要站這麼前 他們是有人受傷 有人拖去後面 他們會去處理 那時候她就在尖沙咀的 尖沙咀警署附近 其實就是轉彎的位置 大家都知道尖沙咀警署 以前是一個路痴 我現在就很熟 轉彎 即是向這邊就是佐丹 向這邊就是尖沙咀清真寺那邊 那她就在巴士站那個位置 就好像伸了頭看一看 就被暴代彈打中了 那我們就叫她做爆眼少女 那爆眼少女的原因就是 她的眼窩是有骨裂的 另外那時候就說 這個醫療報告就說 她是極大可能會失去絕大部分的視力 那就叫爆眼少女 後來當然就有很多的 藍絲媒體質疑 究竟是不是有爆眼的 究竟你那個眼罩 其實是不是有彈殼的 那些其實已經確實了很久 我也不需要再說 但是 我們要明白一件事就是 爆眼這個字 其實是有個 我們有先入為主的感覺 其實爆眼不是說 整個眼球都爛了 整隻眼睛有個洞 那叫爆眼的 那她打爆了她的眼蓋骨 那其實也是爆眼 那打爆眼蓋骨 當然是可以康復 那為什麼打爆眼的骨 那隻眼是不可以回復原狀呢 尤其現在醫學那麼窗明 就是我不覺得她的眼的樣子好像康復 就等同於她沒有爆眼 我先不要管她的事力有沒有事 就算沒事 那又怎樣 我覺得她爆眼和她康復是兩件事 為什麼爆眼一定不可以康復呢 只不過是你覺得爆眼的感覺就是 爆眼就是整個眼球都爛了 只有一個洞 以後就好像海裡很大 沒有人告訴你 那樣 我覺得不單止是藍絲 黃絲也是要有這樣的概念 沒有人告訴你 這個爆眼少女被人打中了 那隻眼 受了嚴重的受傷 是不可以醫治的 這是第一件事 好了 第二件事 現在他們就拿這件事 帶做文章 就說她沒事了 其實真的很簡單 因為這個醫管局就是有她的醫療報告的 好了 當然 當中又發生了一些事 記不記得嗎 那時候就說 這個警方就要拿這個醫療報告 然後那個爆眼少女就申請這個禁制令 就說她們是沒有權去侵犯她的私隱 去拿這個報告的 但最後這個法庭也是判了警方得席 然後醫管局就把這個報告交給她 這些全部黃絲KOL 我甚至卡花了李梓敬 你自己當日也有份說 這宗新聞 你說警方現在拿到這個爆眼少女的醫療報告 一定有了報 這個是你說的 那結果當然了 隔了很久就沒有了報 好了 然後這宗新聞的重點是什麼 就是 現在不是說爆眼少女沒有爆眼那麼簡單 接著他們就推到醫管局 你醫管局 當日你是有她的醫療報告 為什麼她現在沒事 你不告訴我們醫療報告的內容 就是你是包庇她 你就造假 結果呢 就令到這個醫管局 今天就要出發聲明 她說她已經交了報告給這個警方 喂 其實這件事不需要再出聲明 是你們這些藍絲媒體 那些什麼巴士的布 那些什麼 李梓敬 整堆垃圾 藍絲 黃絲我就罵得多 藍絲我就不屑去罵 因為根本不同層次 你這些根本就完全是不值一提 不過等一下我會告訴你為什麼我要提 因為你們是極度可能是犯了法的 好了 那我先說回剛才 其實之前已經說過了 醫管局已經把那個報告交給警方 那不是醫管局包庇 即是用你的邏輯 就不是醫管局包庇爆眼少女 是誰包庇 警方 警方包庇爆眼少女 你不可以演責警方 那當然啦 其實問題是什麼 為什麼醫療報告一直都不公開 因為這個是涉及個人私人 警方拿這個爆眼少女的醫療報告 就聲稱是要調查相關的案件 他調查這個案件當然也不能夠 因此是洩露這個報告的內容 其實整件事就是這樣的 好了 那現在你們說不公開這個報告 就等於包庇這件事 那你要譴責這個香港警察 因為香港警察就是維持這個醫療報告 而他是一粒聲都沒有出過的 那當然啦 反過來說 喂 我是警察 即是我是PK等 如果這件事是有警棍的 我會怎樣 不是 我當然是第一時間告訴你 喂 醫療報告真的有問題 那個爆眼少女真的沒事 喂 我查過了 這些東西 即是你當然有一萬種方法 或者一萬個理由去講這個報告的內容 那但是為什麼不講 因為真的糟糕 因為真的糟糕 喂 這些這麼簡單的理論 我覺得黃絲弱智就當然了 喂我對你們藍絲很有期望 原來都是一樣弱智的 那也想不通 不是吧 好了 所以我有結論 即是我不知道不浪費這麼多時間說 只有兩個結論我告訴你 第一個結論 就是你這班藍絲垃圾 只是敢罵醫管局 就不敢罵警察 為什麼 因為是國安法 喂 大哥罵醫管局 那我就不害怕 我罵警察 分分鐘就說我煽動仇警 然後就犯法 我現在告訴你 你們這樣都是沒用的 因為 醫管局都是政府部門的一部分 你去老屈這個醫管局 都是犯了隔安法 煽動市民仇恨香港政府 你們全部等拘捕了 我告訴你 你們正在作新聞 一 這個爆眼少女 究竟她有沒有爆眼 你根本就沒有真憑實據 就說她只是好回來 你就說人家沒有 這是第一假 第二假 就是說這個醫療報告 其實是說她沒事 但其實根本沒有公開過 這是第二假 第三假 你說這個醫管局 包庇爆眼少女 但其實醫管局 已經把那個報告 拿給警察 第三假 你如果有假新聞法 我想說是要全部抓去坐牢 好心你們這些垃圾 就要提升一點點水準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們這些黃絲怕什麼 那些藍絲根本就是弱智 所以為什麼黃絲也會弱智 我就開始明白 因為你經常跟那些弱智在辯論 那你不停跟那些弱智辯論 你自己的智商都低了 然後就是你看不到 你自己的黃絲 或者黃色經濟軒裡面 都有些人在稀細到明 找品質 不過這宗新聞就暫時說到這裡 第二宗新聞要說的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海警sir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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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 詐騙 提供假的資料 就是提供假的資料 就騙了這個案件 結果 現在就是被停職 那我要說幾個概念 其實 在香港 為了層樓而犯法的人 是無數那麼多的 那就是說警察 是早近這幾個月 就是從今年一月開始 就是2021年 是有三個警察 是因為樓而犯法的 那一個呢 就是一個已婚的警員 明明跟他老婆離婚了 15年都方稱他自己 仍然是結婚的 那結果就被人家發覺 他騙了住這個警察 在家族社住了15年 那就合起來 就騙了二百多萬 租金和津貼之類的事情 那樣的事情 好了 接著之後呢 就有個龍永泉警司 那他做的事情呢 就跟這個 海警神很相似的 就是呢 騙了這個政府 就說呢 他買層樓是自住的 因為呢 警司呢 就有這個房屋津貼的 那他呢 就騙了這個政府 說他買層樓是自住的 但是其實是 捐租給人的 騙了六百萬的房屋貸款 那現在又被人家告是詐騙罪 那跟海警警司就差不多 那海警警司這單是怎樣 海警警司這單呢 就是他跟他的女友人 就提供假文件 就去這個銀行呢 就去騙個按揭回來 那現在呢 其實呢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買樓 那個按揭條件 就收得很緊的 因為怕你還不起 那所以呢 如果你要去借到一 就是借到舊錢 買到一層比較貴的房子呢 其實很難的 今時今日 那他就不知道做了些什麼 因為我們沒有詳細的案情 那就是他跟他的女友人呢 就應該是提供了一些假的文件 就方稱他有足夠的收入 可以借到這個房屋貸款 那又拿了這個案件回來 那結果現在被人抓到了 那大致的情況就是這樣 那我先說先 其實呢 詐騙房屋貸款呢 他跟之前那兩個是有不同的 那第一個呢 就是騙住住結婚宿舍 第二個呢 就是騙這個政府 說他買的那層樓呢 其實就是自住 但是呢 其實他是租給別人 那相比來說 我告訴你 案情是遠遠沒有凱警sir那麼嚴重的 因為凱警sir他做了些什麼 他是提供了假文件 一提假文件呢 就是可以坐牢的刑事案 那我之前找過 其實呢 全部提供假文件的 的騙房屋貸款或者按揭的案件呢 全部都是坐牢以連計的 那當然 他們坐牢以連計的案情就很嚴重的 我不知道凱警sir的案情有多嚴重 因為有些就騙了那些房屋貸款 他不是外供樓的 用了其他地方 一個就是騙了那些房屋貸款 然後他沒有還錢了 就拿了錢 就走了老了 那這些都是要坐幾年監的 那當然凱警sir他是怎樣的 因為現在沒有案情 我們不知道啦 那可能他最輕微就是 騙了那個貸款回來 就真的老老實實供樓 那但是他始終都是騙人 那而這個詐欺罪呢 跟我剛才說 這個騙結婚宿舍 和這個警察宿舍 和騙這個政府津貸款 是兩個層次來的 那我先講那個警察宿舍 先講那個警察宿舍 以婚的狀態呢 因為我不熟的 但是如果你以我做那一行 那其實就是他不會連連問你的 或者交稅都是 你更改了你的結婚狀態 你是要報上去的 那你如果報了上去 你離婚 你就要退回宿舍出來 那但是他就很明顯是沒有報到 那所以呢 他沒有交假的 你記住呢 政府呢 是有兩種騙法的 一種呢 就是你漏交一些東西 或者沒有交一些東西 那這個案情是輕很多的 那但是如果你是故意交一些假的東西呢 那個案情就嚴重很多了 那這個呢 因為他騙宿舍住15年呢 其實就是 我想他是沒有報到自己離婚而已 那所以呢 去到最後呢 他只是緩認 其實類似的情況呢 這個墨齊江都是這樣的 那他跟龍永泉警司很相似 就是他說他層樓呢 是買來自住 但是其實他拿了貼之後呢 他就租給人的 他就跟他的同事互相租 那但是呢 最後呢 他都是好像緩認收場的 那因為呢 他們呢 其實就嚴重一點點 就是可能作了一個假聲明 那但是呢 他們都是沒有交假的文件的 好了 今次這個海警sir呢 其實呢 他是不關警方的事的 因為他不是享用警察的福利的 那但是 也都可能因為這樣 是更加嚴重的 因為你警察就抓不住你 你想想 如果說蔡展鵬 他去這個打邪骨 那警察會有內部調查的嘛 內部調查 他當然可以掩蓋這件事 但是你海警sir就掩蓋不住了 真是很糟糕 那當然呢 我又要再說 其實呢 很多人都會說 警察啊 一定是自己包庇 其實是搞錯了一些觀念 我過去都會說 警察被人抓了一定沒事 一定會放殺 如果是這樣 為什麼這麼多警察坐牢呢 你一定要搞清楚一件事 第一 其實呢 其實呢 警察呢 如果 現在你看很多的模式都是一樣 跟政治案件有關的 譬如他警暴 那些831 721 一定沒事 因為這個是牽涉到共產黨的顏面 這個是牽涉到國家安全 你是為國家安全而犯法呢 你是沒事的 但是 如果是跟國家安全沒有關係的 譬如非禮啊 譬如這個 經營賭檔啊 或者譬如是我剛才所說的 這個騙防津 那就要看看你有多高級 那你去到局長級 那當然還有可能會被掩蓋 但是如果你只是一個警司 雖然警司也算是高級的警員 那就沒得救了 還有你要明白一件事呢 官官相衛在政府部門不是絕對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政府部門都有內鬥的嘛 他們都有不同派系的嘛 喂 我為什麼要補你呢 你又不是我的馬房 反過來說 如果今天能補你 我那些馬你又不補 那我就很不公平 所以通常呢 這些出了事呢 你如果那個人 一向都是人緣不好 被人針對 就死定了 我就要客觀再拉一點點 其實海警先生 不是 海港先生 他不是第一次被人攪 他第一次 知道當日是怎樣出名的嗎 他是捐了250個口罩給大哥 但他說para 但沒有自己 沒有徵詢過警署 是啊 他就代表香港警方去捐 香港警察 結果就被人分析 喂大哥 這件事是很好的公關來的嘛 為什麼都被人分析 當然是內部有人不妥他 才會搞到明明做好事都要被人分析 然後早幾個月 即是一月左右 就被人抓到去賣解藥 於是賣解藥又被人質疑 喂 你怎麼會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你搞那麼多東西出來 你當然得罪了人 然後今天就第三宗 當然了 這個凱港sir手腳不乾淨就肯定了 要不然你怎麼會被人抓到幾次 但是為什麼會被人繼續抓 為什麼這麼多人可以逍遙回去 是你偏偏被人抓 你就肯定是得罪人 所以這件事 我覺得他真的有得振無得分 即是 可能是極大可能坐牢的 因為他不是因為政治案件而被檢控 而且警方已經說明了 這件事是跟他警務人員的身份無關的 你是在外面騙人 那你外面騙人就更加難保你 第三就是你都不是被人搞第一次了 我覺得 所以大家就經常不要用一個很黑板的角度 就說警察一定官官商為 劇人不是 即是他們是有一些 即是他們自己的規則 你然後就會看到這個凱港sir 這次是非常之大 好 看看我猜不猜中 因為現在還未知發生什麼事 案情又沒有 我看這個方向就空多吉少了 好 接著剩下的時間就說多一件事 因為Winnie今天就是最後一集 我記得當時叫他上來的時候 就是這個抗爭的發展到中後期 其實現在差不多了 現在不經不國間 現在都5月20多日 我原本打算去到6月10多日的時候 就跟Winnie去做一個兩週年回顧 但是因為Winnie今天是最後一集 我覺得就可以把這個回顧 其實擺前擺早都沒有什麼關係 我不覺得在大半個月之後會有什麼戲劇性的轉變 那這個兩週年回望 你有什麼感覺呢 對於這個抗爭的發展 呃 沒 我意思 怎麼說呢 不是 即是我覺得現在是已經 沒有了 即是我自己覺得 抗爭完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共識 是的 完了 但是你說 是不是不用堅持呢 又不是 即是我會覺得表面上是完了 但是其實暗地裡 即是你私下自己 是可以再升級 那首先當然要問一下 你覺得為什麼會完了呢 即是為什麼我們不能夠堅持下去 最低限在表面上 表面上 因為香港人只有三分鐘熱度 我不想這麼說 但我覺得我這麼說 一天又會被人罵 但這個是事實 即是那個熱情 即是因為我覺得香港的文化 就是一個促成物化 即是什麼都是快 一窩蜂 是的 一窩蜂快 那你沒有了這件事之後 那它就會全部就會退回去 即是沒有了那個熱情 即是除非你會有別的東西 突然間激起 然後又會一窩蜂衝出來 我想三個 我自己看 因為時間不是很多 但我簡單說 我覺得有三個元素 第一當然是國際的轉變 因為特朗普不再是美國總統之後 你會發覺 中共突然間是完全不會再害怕美國的 即是你想回到當日 這個抗爭去到如火如荼的時候 中共對香港的態度 還有去到這個今年的年尾 特朗普去年的年尾 特朗普宣布參選 已經不得人再理香港 那個態度的轉變 你會看到是相差很遠 那第二當然就是 你可以說是香港人的特性 香港人的特性是什麼呢 那你說三分鐘熱度 我同意 即是你要他們搞事 是可以很快就聚到 因為兩年前 是突然間由零 變了有二百萬人上街 是很短時間可以做到 但反過來就是 香港人是很精明的 那件事是不合理 就立即不做了 就立即是收皮了 就覺得你有合理就叫我 不合理就不做 還有就是 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有個錯覺 你經常以為 很多香港人有參與這場 我經常都說不是 他們有參與的是什麼 是參與一些安全的集會 即是二百萬個遊行 因為你確定 有二百萬人參加 就不用怕了 還有民陣合法的 那就沒有問題 如果你撇除了這些所謂合法的集會 你去到一些 遊走法律邊緣的抗爭 你會發覺其實 在我們想像中是少很多人 我看不起一件事 就是有很多人去了那幾次 一百萬二百萬遊行 就覺得自己是抗爭代表 就在那裡指指點點 你們閉嘴吧 真真正正有參與那些所謂真 我不要說真正的抗爭 就是比較激烈的抗爭 我都說數來數是二十萬人而已 一萬人就是勇武派 接著那十九萬人 就是在後面支持他們 但其實都是只有十九萬人而已 我講那麼多次加起來 可能有人參加很多次 但加起來我覺得是不會超過二十萬人 而這二十萬人以外的那些人去了哪裡呢 二十萬以外的一百八十萬人 就是看電視 就是你很生氣 然後還要在那裡指指點點 你又沒有被人拘捕 你又沒有被催淚彈射過 你有什麼資格說什麼說什麼 喂 就算有被人拘捕 有坐牢 有被催淚彈射過那些人 都不算是你 說什麼資格 或者說得很好笑 黃絲經常說 你有什麼資格 不是 你又有什麼資格 你說有資格的那些人 全部都不是你自己 你都是在電視看來的 我想說我肯定有資格過你的垃圾 好了 第三當然 就是我覺得就是黃絲本身 因為黃絲當時 我經常都說 他們是經歷了一個很新的抗爭的模式 就是怎樣 沒有了大台 你會發現那些傳統的政治領袖 完全是沒有用的 所以我經常都說 你抓黃絲鋒說他什麼煽惑公眾防擾 真的是冤獄 沒有人會在現場聽他廢話的 個個都是那麼高那麼大 你拿著什麼 有人懷疑就那些廢人圍著你 真正做事的人哪會理會你 我最常見就是前線吵架 因為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你不可以指揮我 我又不指揮你 好 罵完大家 如果談不通就各自做事 如果談得通就合起來 其實這件事就是這樣 這些當然不會是你看電視直播的時候 看到的東西 你還以為是在過去 但是這班黃絲廢佬 或者那些KOL也好 那些傳統政客也好 我現在不點名批評 因為很多人都坐牢 因為他們沒有猜過自己會坐牢 他們經常都會覺得和理非就沒事的 現在就坐牢了 我不是說要下城下城 但我想說回當天的情況是怎樣 於是這班人當然 現在最賤格的那幾個 就現在走了去德國 去了加拿大 台灣 其實這班人都是要照罵的 他們就開始用了捉鬼的方式去奪權 他們就發現這個是鬼的愛鬼 他們會告訴你 我們都是自己人來的 大家不要互相攻擊 但是他會塑造一些鬼出來 又說這個就是鬼 這個又是扮亡的 這個就是共產黨安插的臥底 而他將那些不同意見的人 打成敵人 其實實際上就在奪權 那這種捉鬼 又說要做些什麼行為走則 又叫勇武退場 不知道你記不記得 又搞什麼屁股頭 玩架了這件事 那當然就是 除了這個國際的形勢 香港人的特質之外 就是黃絲自己本身 也有份搞爛了一場抗爭 很簡單而已 好 那之後勇武派 在去年元旦全部都走了 那你們接手吧 去哪裡啊 我都有下過幾次街 是和理非嘛 我就看看你們做些什麼 沒有人出來 幾百個一千個 然後接著做什麼 接著就移民 你們就是最厲害的了 我發現勢息不對了 接著就走 然後我想問你 誰給了一個機會 可以搞到有BNO5加1的 誰是令到各國政府 開始放寬這個延綿田徑的 是坐牢的手足 人家就為你犧牲 你就走老 然後走完老 我星期四才說 還要反過來 冷州熱鳳 坐在那些 收下鎖的人 就是蕭先生說 那些道德綁架 那個歐文傑說什麼 說什麼 這幫人是逃避 然後那個垃圾 老千石說什麼 那個黃亞石就說 你沒什麼好做 你就試試坐牢 就是這樣說的 是比這個楊岳橋 更加人渣一百萬倍 楊岳橋起碼坐在那裡 你那些垃圾現在在哪裡 所以最後我整個結論是什麼 我覺得黃絲這個字 其實我年初已經說過一次 是要退休的 我不會再認自己 當然其實我從來沒有什麼認識 為什麼我反抗政權 或者我支持抗爭 我一定要黃絲 黃絲當初為什麼要出現 就是要凝聚一幫人 我們要有一個敵我矛盾 我們就是黃絲 你就是藍絲 我們黃絲就是支持佔中的 我們所有的人要團結一起 今時今日還團結什麼 就算我揹著黃絲 你也可以說我是鬼 然後我是很討厭那些 表面上是要團結一致的 但是暗地裡 其實就是排除異己 譬如說什麼 譬如每當我們發覺有些人有問題 那些人騙錢 或者那些人其實說到自己很厲害 但其實自己是報新聞 然後又跑去外國 然後繼續騙課金 然後又對抗爭完全沒有貢獻 他說你們不要鬥黃 不要鬥黃 所有人 他都有自己的考慮 不要緊 你說不要鬥黃 然後他又發明了另外一個字 叫做扮黃 既然不要鬥黃 那大家都是黃 那就不要想那麼多東西 不行 他說喂 你批評泛民 你就是扮黃 你其實就是共產黨安插進來的 表面上你就是反共 但是實際上你都是批評自己人 你都是搞分法 你又分法L 所以你就扮黃 兩個的說法其實是互相矛盾的 那為什麼會並存呢 就是因為在你不喜歡那些人的面前 你就可以視乎不同的情況 譬如你想保住一些抗爭的騙子 你就說不要鬥黃 好了 你想驅逐那些批評泛民的疑見者 或者那些激進勇武派的 你就說他們扮黃 就是鬥黃和扮黃 就是被你們用來作為一個 排除異己的工具 所以到最後抗爭兩周年 我經常都說不要再說什麼黃絲 我第一 我會呼籲大家 就是不要再說自己是黃 就是當然 黃這個字是很容易用的 因為為什麼 喂 那我是黃的 就是代表我反政府 就是這個標籤 其實往往在媒體 或者網絡界是一個很強的作用 你不用解釋那麼多 我說我自己是黃 你已經代表了 你是反政府 你是同情抗爭者 你是會支持民主人權自由 那是一個很方便的工具 但是我會建議大家 你要秉棄這個字 就是因為這個字同色 也是包含了什麼呢 就是要排除異己 所有異見者激進者 你都會被驅逐 然後別人就會用扮黃和鬥黃 來包庇自己人 以及批鬥那些異見者 其實我年初開始說 我不是黃絲 你不要說我是黃絲 我覺得黃絲是侮辱了我 反共從來不代表一定要是黃 當然我更加不會是藍 因為藍是弱智 我也不會黏在一起 但這個世界不是只有黃藍 不是黃藍就是中間派 不是這個概念 你要明白 不是黃藍的意思就是 當兩邊的人都是這麼蠢 這麼弱智的時候 我不想黏在一起 我有我自己的路要走 我有我自己的立場 而這個就是我覺得抗爭的兩周年 會顧一個最重要的 那Vin 你是不是黃絲 我從來都沒有說過是黃絲 我不會說自己是同路人 我經常都說 是呀 怎樣跟你同路 大家都不是同一條路 政見相差這麼遠 浪費氣了好不好 我亦都會很鼓勵 我希望今年可以跟大家說 即是呼籲一樣 黃絲跟TVB一樣 是時候要退休 我們就不要再用這個字去困住自己 而黃絲都沒有用 黃絲都移散文 你們發揮什麼作用 你們都已經住到胡宣散 你們那些所謂的凝聚力 已經是因為你們怕死 因為不想犧牲 完全是煙燒雲散 即是再保留這個字 我亦都覺得沒什麼意義 好 這一集就到這裡